第1666集 一时间叶晨在众人心中都变得无比传奇起来 简直就像是魔神下凡一般 原本那些对邱问挑战杂役弟子 有些不以为然之人也开始期待起这场战斗来了 可就在这时又一个消息传开了 叶晨似乎不见了 一被邱问挑战就不见 那些原本对这场战斗有些期待的弟子们 都是对叶晨无比失望 一群外门弟子正在酒楼之中吃饭 其中一名男子皱眉道 不是说那个叫叶晨的小子傲到了极致 连张导师收他为徒的邀请都不屑一顾吗 怎么现在碰到邱问就开始玩失踪了 另一人冷笑道 实实不折为俊杰 他就算不接受邱问的挑战也无可厚非 毕竟那可是外门第一啊 谁都不想找死的 我看哪 那些关于他的传言都是放狗屁 以讹传讹 这人就是个废物吧 我也这么认为 封门镜加入神级宗 可能是哪个靠关系进来的垃圾 自己吹自己的 仙心林内 赵商之对着邱问带着一丝不懈的笑道 邱公子 那个废物似乎是听到你要挑战他之后 立刻就躲起来了 根据我的调查 他现在应该进入了神魔池 神魔池吗 邱问的面庞之上 轻蔑之色更浓 冷笑道 就凭他 也赶进神魔池提升实力 估计连池水都下不去吧 邱公子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邱问无所谓的喝了一口酒 躲 只要他人还在神级宗内 躲是躲不过的 不急 等我血脉觉醒之后 就去那神魔池外等他出来 以神魔池的神魔浓度 即使不入池中 也待不了太久的 更何况难道他还能缩在里面 一辈子不出来 不过若是那夜晨 拒绝了您的挑战怎么办 毕竟您和那废物不是一个分愿的 邱问放下酒杯 眼中闪过一道残忍的光芒道 若是那样 那就罢了 本公子不是不可以饶他一条贱命 不过嘛 他必须给本公子当众下跪 否则岂不是还会有人说 本公子不是一个小小的杂役的对手 而神魔池底的夜晨 此时浑身上下却被一团白光所包裹了 这是神魔浓郁到了极点的表现 夜晨在白光的包裹之下 则是面色淡然无比的平静 他的全身上下此时竟然都给人一股 晶莹剔透的感觉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着 而半空之中的那名老者 此时已经从一开始的震撼 无法理解到现在的惊悚了 夜晨已经足足在池底待了一整天了 他在神级宗内活了几万年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突然之间神魔池内发出轰隆一声巨响 原本不断旋转的池水 竟是一下子倒卷而起 露出了安详的坐在池底的夜晨 下一刻就在神秘老者 几乎要等出眼眶的双眸的注视下 那倒卷而起的池水 竟是一下子朝着夜晨冲击而去 这 这是 老者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这是什么情况 简直就像靠着神魔漩涡流转的速度 已经不足以满足夜晨了 所以受到刺激的神魔能量 直接凝聚成一道水柱 对着夜晨身体进行冲击啊 这 虽然这里只是外池 但在几万年的积攒之下 外池的能量也是无比恐怖的 都快要追上当年的内池了 这样的情况下 即使是本门的长老 被如此冲击的话 都有些受不了吧 即使是老者印象之中 那个最后飞升的极致妖孽 当年也没有夜晨这么恐怖吧 而现在 大多数真传弟子 都只能勉强在水面位置 待上一天 吸收部分神魔能量 眼下这个封门镜的小子 是要直接把整个外池 还有积攒了数万年内池 泄露出来的力量的外池 都吸干了呀 在老者的注视下 夜晨周身的白光越来越浓郁 而那道水柱 却是肉眼可见的 开始缩小了起来 夜晨不仅没事 还真的要把外池吸干净啊 这神秘老者都快要吓傻了 而就在那水柱冲天而起的刹那 神级宗内 七名长老以及掌门 图兰心 都是同时神色一动 看向了神魔池的方向 下一刻 空间之中 波动一起 老者的身边便浮现出树道身影 神级宗的长老 掌门 以及图兰心都来了 他们看向外池之中的景象 也是一个个面露惊容 此时的夜晨就像一个见到满汉全席的恶死鬼一般 彻底放开了 无比疯狂地吞噬着一股又一股的神魔能量 整个人都要变成一个光球了 大长老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 左老 这是一回事啊 这人不是个杂役弟子吗 那名被称为左老的老者也有些茫然地答道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这小子哪里来的也太变态了吧 老夫看守着神魔池几万年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你们怎么能让这样的妖孽去做杂役弟子呢 众人这时也看清楚了白光之下 夜晨那杂役弟子的服饰 面上的震惊又加重了一分 神级宗掌门名为玉真子 是一名先锋倒鼓面如关玉的中年人 他凝视着在神魔池水冲击之下的夜晨 突然转头对图兰心开口道 兰心 他是你带回来的那名名叫夜晨的弟子吧 图兰心点点头道 不错 他看向夜晨的美眸也闪过了浓浓的震撼 他知道夜晨很优秀 一定能在宗门内崛起 但也需要时间吧 夜晨这才入门多少天呢 就要将神魔池的外池吸干了 而一众长老文言都是面色一变 有些傻眼的看向了白光之中的夜晨 这就是那个他们不愿意为他进行真传考核 甚至对图兰心 带其加入宗门意见极大的封门弟子 一瞬间 七名长老的面色都无比无比的难看起来了 他们悔恨 懊恼的几乎都要吐出一口血来了 现在就是一头猪 都看得出来 夜晨即使在神国也绝对是最巅峰的妖孽之一了 简直有可能改写神国历史的存在 而他们其中的一人 原本是可以成为夜晨的师父的呀 可现在只能叹息 夜晨入门之后 他们就从图兰心那里听说了夜晨自愿加入杂役院 从杂役弟子做起 并且不会成为这些长老之中任何一人弟子的事情 一开始他们还对此嗤之以鼻 甚至觉得这狂妄的小子过不了多久就会死了或者退出宗门的 可现在他们看着夜晨却都是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 他们知道 以夜晨的骄傲是没可能再败入他们门下了 现在他们知道了事实 怎么能不悔恨 简直就想打自己两巴掌了 图兰心扫了他们一眼冷哼了一声 而玉真子看着夜晨却是目光闪动 不知道在考虑些什么 就在这时 那神魔能量形成的水柱已经被夜晨彻底吸收干净了 而夜晨的修为也一下子长到了封门九层天 他双目一睁 眼中全是狂喜之色 修为的增长只是附带的 而真正的好处是他身体的变化 现在他的身体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不小的增强 甚至夜晨都感到了一丝产生质变的可能 只可惜 这外池虽然积攒了万年内池泄露的精华 但毕竟是外池 能量还是不够的 而夜晨此时站在空空荡荡的池底却是一转头 朝着不远处的一道白玉大门看去 那道大门之后应该就是神魔池的内池了吧 众人有些奇怪的看向夜晨 这小子怎么朝着那个进入内池的大门看去了呢 看到夜晨的妖孽无比的表现之后 众人都不禁有些无语的想到 这小子不会还没吃饱 想去内池继续吃吧 其实若是魂石还在的话 掌门玉真子在看到了夜晨刚才那逆天的表现之后 可能还真的会让夜晨进入内池的 可惜没有了当年祖师传下来的魂石 就算是掌门都无法进入内池的 而此时的夜晨却走到了内池的入口处 正在思考要如何使用这魂石 当时他问古老 古老却只是笑了笑说 到时候他自然就会知道的 就在夜晨沉思之时 突然之间一道红光从夜晨身上爆发而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众人都有些不解的时候 左老和掌门玉真子的面庞之上 却是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左老呆呆地看着那道红光 双眸之中的泪水一下子便涌了出来 颤抖着说道 那 那是魂石光芒 真的是魂石的光芒 什么 众人瞳孔一缩 失踪了万年的魂石 怎么会在夜晨身上 可不等他们细想 在魂光的照耀之下 夜晨面前的那扇白玉大门轰隆一声巨响后 时隔万年再次开启了